這個150 154這個通訊錄 就是單欄轉三欄的部分 所以裡面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用那個index 其實你也可以用那個indirect 或者offset都可以 另外的話可以因為它有欄位名稱 要把它去掉你可以用replace 或者用mid也可以這邊有 然後另外的話再利用vba 所以裡面當然我們會用比較稍微高階一點的函數 或者叫喊用或者叫進階函數吧 然後呢也許再來就是用vba再去做做看 那vba其實好處就是會比那個就是你用函數 用函數它的缺點就是你很複雜的公式 全部要在同一行裡面把它全部輸入完畢 那用vba的話呢你可以分幾行去做 但是你可能要去想到說 如果你要把同樣邏輯轉成用vba的話 其實我們課程的特色我發現也是在這裡 很多其實在其他老師教他們就是偏重在函數啦 他比較沒有講到vba 那我以前可能單單就講vba 函數可能比較少講 不過後來我發現喔 一般人可能有問題的還是在vba 怎麼把函數邏輯直接轉換成vba 那最後呢還可以轉回那個一欄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326這一題 那請各位先幫我下載這個326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326部分喔 那另外那個325有沒有325裡面的東西其實喔 跟那個上方禮拜部分蠻像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把那個325的這個範例喔 基本上再做個複習啦 其實他的那個他其實也是單欄 然後轉成四欄 那未來當然你工作裡面會有很多這種 可能來源他會給你不定欄數 轉成另外一個形式的欄數 那你可能就必須用類似像index或interaction 那至於做法我是建議你多多練習 工作裡面只要用到了喔 那你就可以多練習一次啦 我覺得你的功力應該就會向向再提升了 而且以後看到這些函數喔 那你就比較不會什麼 比較不會有懼怕或者是說覺得好像陌生 有沒有你其實你說那多用個幾次 像上個學期我們好像這題上學期有講過 那可能剛開始你們接觸到會覺得 哇這顯著是複雜到一個不行喔 所以慢慢的 不過你慢慢會覺得說好像越來越熟悉 再來也許你在工作裡面就會 就會慢慢知道說原來可以這樣用 那自然而然你跟其他的你的同事比起來的話 其實如果他不知道這個方法的話說真的那怎麼辦 頂多就是土法練鋼 不然的話就是負貼上的時候轉字轉字一直轉字 可是問題這也不是好方法 你可能要做很多的動作之後才能把一件事情完成 可是問題如果你會的人喔 幾乎大概就是很短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把這個事情給搞定喔 所以這個325部分的話 提供給就是他這個B欄裡面的資料要轉到D到G欄 那當然一定轉過來一定會有欄位名稱 那我們再利用request 或者你可以用mid啦 mid去切 然後最後的話還可以再用BBA去做 那這些其實呢 我們在那個在雲端上都有答案 所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邊的話 比如說你要切的話 我這邊有提到用BBA怎麼做 也是分三個階段 先產生他的那個位置 2到33 這個指的是哪一列 那一定是B欄嘛 所以前面加個B B2 B3 B4 B5 一直到B33 那再來再利用什麼 用那個這個是產生Wage 這個欄跟列 然後呢再利用什麼 用range去抓資料 那range剛好它前面是一個B開頭的欄位 再加上它的列 就是哪一欄哪一列 串在一起之後呢 幫你丟到那個出傳格裡面去 答案就出來 最後再用mid去切割 所以建議回去花個時間 想想看VBA怎麼做 這一題也可以啦 上一題也一樣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來看就是那個326 326的部分 那326的題目打開來之後 一樣我們可以先想想看 用如果不寫程式的話 那如果用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該怎麼做 不過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題如果用Excel的函數 會非常的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需求是在 在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第二個是 這邊是資料來源 主要針對A欄 A欄你們班級這個欄位 有一班二班三班 那它混在這裡 可是如果我希望呢 當我這個下拉清單 選擇這是一班二班 有個下拉清單 裡面就一班二班三班 那點擊一班的時候 可以只幫我怎麼樣 把一班的資料放在這邊來 當然 班級就不用了 就把B到D到E的資料 這四欄資料 幫我找到的是 只有一班的這些資料 幫我把它怎麼樣 調到這個範圍裡面 OK 那這樣的話 你要該怎麼做呢 那當然 如果你如果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如果不用函數的話 其實在那個Excel裡面 有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裡面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一班的話 你就可以把一班打勾 然後把一班的這個 找到的這個範圍的資料 貼到這裡來 這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是不用函數的方法解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經常性的需要 那你不會一直經常性的 一直要在那邊篩選來篩選去 那我們是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可以是這個下拉清單 當它變動了 不過目前是沒有啦 變動的時候二班 他就應該把我二班這一個 這邊這一個 可能就是先也許把這邊資料清空 然後把二班的資料怎麼樣 幫我放過來 那可是如果人工的是這樣 一個一個有沒有 人工的方式 那兩個 OK就類似像這樣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用 內建函數 完成這件事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啦 你可能要先知道下拉清單怎麼做 OK 下拉清單我想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我們做過 一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的話 一定要想到哪一個功能呢 資料 裡面哪一個呢 資料驗證 有沒有 那在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你必須把那個原來是任意值 改成清單 但是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清單在哪裡 所以呢 清單在哪裡呢 有幾個方式啊 就是說你可以 先產生一個清單給他 幾個方法 一如果是像這邊的話 你如果想要知道班級數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也許你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清單好了 我這邊打一個list 比如說這個這個清單呢 來源的話呢 可能是這邊班級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班級的內容 把它貼到這裡 但是裡面有重複的 你可以利用移書重複嗎 有欄位名稱 這個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班級 一班二班三班 對不對 那如果它順序不對 你可以排序 那利用什麼呢 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頂端列指的就是它的名稱 下面就是它的範圍 也就以後按F3 你可以找到這個班級 按確定 那在名稱官員裡面 可以看一下這邊有個班級 對應的範圍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班級 是它的名稱 它的範圍就參照到 這個範圍 OK 那 基本上都是從公式喔 特別是 我剛剛主要 如果你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上 這個入門幫我做蠻多這種練習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切回來 這邊呢 第一個也許我把它先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資料驗證 記得喔 這邊的話 預設是這樣子 任意值 如果你要把它變一個清單的話 一 清單 第二的話呢 來源喔 你可以用什麼 如果預設的話 有幾個方法 一 用成固定的 那所謂固定就是說呢 它以後呢 這個 三個班 不會變動 那你可以用一班 逗點 二班 逗點 三班 它也會出現 這樣會有一個 或者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怎麼 你也一樣用資料驗證 不要用固定的 我的資料來源喔 它有幾個方法 一般書裡面是叫什麼 切到這邊 選這個範圍 它會幫你把範圍選過來 或者是我們剛剛是用什麼 有鍵的一個名稱 你按F3 給個班級 按個確定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下拉清單 對照到那個清單裡面 你按個確定 那一樣會產生下拉清單 可是下拉清單有了之後 再來下一步就是 當我點選下拉清單的時候 底下的資料跟著變 當然這裡面常用喔 就是常同學是會用在 比如說 每月的報表 可能你有1到12月 那你要把1到12月的資料 剛好前面會有月的訊息嘛 那如果當它有月的訊息 下拉 自動把每個月的報表 自動掉出來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不過是有點複雜喔 所以第一個 要怎麼樣完成這件事 第一個邏輯上說明 待會可能會用到至少四個 四個函數 哪四個函數 一 用if做邏輯比對 邏輯比對什麼呢 這個如果跟這個相同的話 應該講說跟這個範圍相同 它如果要比的 這個如果跟這個一樣的話 那就把後面的東西幫我摳過來 可是後面都要摳過來的話 那有幾個方法啦 不過一般比較常用還是用index 找那index的話呢 你如果要找 那你就知道什麼 index需要幾個訊息 哪一列 哪一欄 然後來源是哪個範圍 假設這個範圍好了 那你就是怎麼樣把資料再帶過來 所以我們後面可能會需要用到 第一個先用那個if 先比對 如果找到一樣的話 那我就把它現在所在的列號 放在這邊 哪一列 那可是問題呢 我會虛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 用一個n 表示找不到 好 那再來就是用那個small 因為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有12 有n 有46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可以把那個 找到的那個利號放前面 n是找不到放後面 那這樣我就將來可以 把資料呢 集中在上面 再利用index幫我抓資料 不過抓資料裡面會有問題 就是如果有列號 抓得到 但是如果n的話呢 會抓取失敗 那抓取失敗 當然我可以用ifl 去把那個錯誤訊息給過濾掉 這樣就可以抓得到了 不過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small 這個small意思 就是某個範圍裡面 地極小的意思 所以small跟前面 蠟橘也是一樣 哪個範圍裡面的 地極大 所以你需要給他兩個參數 一個是 範圍 哪個範圍 第二個是 地極小 OK 那所以 特別最好 就一定是一個範圍 不能是一個 一個沒辦法比 自己沒辦法 自己跟自己比 一定都是最大也是最小 所以一定是一個範圍 那這邊的話 需要什麼 了解就是 你要提供給他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 將來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一定要用正列 Ctrl,Ship加Enter 這個前面好像有用過喔 所以這一題的複雜度蠻高的 需要用到 至少四個函數 這四個 再加一個執行正列 那所謂執行正列 就是一個範圍 你要讓它全部跑完的話 那需要正列喔 所以這一題難度還蠻高的 那分別就1 2 有沒有 外面有大瓜糊有沒有 OK 3 4 這難度其實還蠻高的喔 OK 後來我發現 反而用VBA來寫 更簡單一些寫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那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先把題目打開 瞭解一下那個 就是資料驗證 下拉清單一句 你們可以把下拉清單給delete掉 重新再加一次看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在工作裡面喔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那個 資料的分分 分割 跟合併啦 所以這邊我想 待會我們來看就是 如何利用那個 剛剛講的四個函數 加正列 幫我完成剛剛的事情